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相关跟回归的比较 我们现在进行就是说相关跟简单性性回归的一个列表的一个比较 让各位同学对于这个两个的关系有一个更深的一层的了解 那么我们把这个关系式放在这边 然后看看他们的比较有什么不一样 数据的尺度来说相关系数跟线性回归我们都需要是连续性的 那么在命题的部分来说的话 XY关系是直线 这个关系都没错都是 这边的话都是所谓的线性回归 那么相关系数也一样 在这个地方来说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这个之间的话呢 是不是一个叫做自变数 一个叫做一变数 以相关系数的角度来说 不是它没有什么一变跟自变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系数 那么在线性回归就不一样了 它是X代表的是自变数 Y是一变数 在因果关系来说都不一定 相关系数为何一定不是因果关系呢 它们可能会受到一个其他的影响 那么两者之间跟某一样的这个因素有关 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中间系数的一个拉高 那其实它可能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是别人的关系 那么简单线性回归也是一样的 它的因果关系都没有办法能够确定 再继续看 有关于这个叫做相关系数的R 跟回归系数的B的一个比较 这两者之间来说 正负的话都一样 事实上这个跟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以公式来看 R是什么呢 R是SXY 这按照我们已过去的交的定义 这个是我们的X的部分的标准差 这是Y部分的这个标准差 那么分子都一样哦 分母不一样 它是XX 但是它没有开平方根 那么简定的方法 这个地方虚无假设来说的话 H0这个地方是 多半是这种题目 R等于0 这叫做母体的相关系数 母体相关系数等于0 我们是检定它不相关 这个呢 检定的是β等于0 β指的是我们线性回归的斜率 如果说β等于0 代表的是这个线性的话呢 它也是一样的 它是不相关 这个代表的话呢 它不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检定的方法都是利用的是T检定 不过这个线性回归的话呢 它也可以利用的是F检定 也是可以看anova表 那么在相关系数跟回归系数的数字上面来说的话呢 还有几样很重要的东西 统计量来说的话呢 T这个我们曾经证明过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跟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T检定的这个统计量 它是等价的 等价的关系 要注意的是这个T检定的时候 它的自由度是N-2 那么这个地方一样 自由度都是N-2 那么有关于这个R² 这是我们的判定系数 判定系数其实它跟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的平方就是判定系数 这就是我们的相关系数 那么这个R²的话呢 是我们回归模式的一个配式的指标 配式度的高低就是看这个R² 那么相关系数R跟回归系数B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前面知道 这是可以相互的去取代 那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是R跟B之间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Factor 这个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这个单元我们做了一个回归跟相关的一个比较 我们发现其实啊 我们为什么要把相关跟回归放在一起呢 因为有非常多类似的关系 这个地方啊 我们观念要是清楚的话呢 我们做题目也会很熟练 对于这个地方的认识 我们要研究这部分的话呢 利用了这些关系式来研究 都会比较方便 那么我们两个之间的话呢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统计量的一些推导 如果说我们能够融会贯通的话呢 就可以相互推导 那么这个单元就会学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对于我们日后的研究 也会有很多的帮助